Hello,大家好 前几天曾给大家介绍过Hacks它的免费IPv6的机器 可以永久免费续期的那种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那你找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事实上是免费的网页空间 Bit版 因为这个机器出了没有几天 所以呢我为了做一个首发 没有打草稿 今天我们就尝试着申请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安装一个WordPress 遇到问题我们就逐条的来解决 好首先呢我们来登录 点击这呢新建一个空间 向下找一下 新建一个网站空间 它的域名 我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免费的域名 这是警告你这些网站不能做什么 这里我们看到呢这个空间是三个月会到期 但是可以去期也就是能实现永久的免费 然后是500兆的网页空间 它让我们排队 然后我们准备解析 不到两分钟时间这个空间就开好了 然后我们首先来登录一下 它这里告诉我们登录的地址是这个 用户名是free644 登录以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免费空间的面板 我们设置一下A记录 我们设置一下A记录 然后尝试访问一下 这里好像使用的是AA panel 这个时候呢我们空间和域名就绑定完毕了 我们只设置了一个A记录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安装 这是文件管理 这个目录呢就是网页文件的存放目录 我们删除这个文件 按理来说这个网页就不能访问了 403 我们接下来安装一个wordpress 在这里有一个自动安装 在这里有一个自动安装 这里要设置一下密码 这里是邮箱 这里是设置的名称 语言的话我们就保持英语 下面是选择主题 我们就选择它 好我们安装一下 现在我们回到首页来刷新一下 好那这一个wordpress就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管理的方法呢是在这里进入后台 当然这里的主题也是被更改的 假如说你要安装一个其他的主题 这都是可以的 好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它能支持些什么 首先是PHP支持 客户小组应该是CPanel吧 就是管理面板 然后支持文件管理器 还支持这个PHP管理SQL 一记的贷款 500兆的空间 最多是绑定两个域名 10个子域 你看这里 它显示永久免费 虚拟主题有效期为3个月 然后每3个月需要续期一次 免费而且简单 因为它的VPS是7天就要续期 那这里3个月续期还算可以 而且它的带宽足够 我们尝试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 刷新一下 尝试刷新一下 大约是2秒左右 这个首页加载完毕 但这个首页应该是很大的 图片比较多 而且还不小 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它是有免费的500兆空间 然后我就给大家搭建了 WordPress做了一个演示 这个空间它要比Gitahub 配置强一些 因为Gitahub配置它只支持 HTML标签语言 这个还能支持PHP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很多 App主它都用WordPress给大家做演示 这个WordPress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你要知道全世界有40%的网站 都是建立在WordPress的基础上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项目的话 一个WordPress网站 一个月赚个两三万都是没问题的 还算可以 给个好评 本期视频我就录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比较感兴趣 那么请你关注一下我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